好,歡迎收聽最後一週的馬丁垃圾話 今天是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現在有點緊張耶 因為今天想說錄最後一集 就來開個直播好了 所以現在是在直播當中 一個邊直播然後邊錄Podcast的情況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直播上面問 那最後會不會剪進去我不知道 有點緊張,怎麼會這樣子啊 為什麼,因為我很久沒有在IG上面開直播 大概有三四個月吧 大家最後一集有想要發問的可以趕快問 我上禮拜有跟大家預告 如果有在聽Podcast的人 有人說想要聽我唱歌是不是 但我不知道要唱什麼歌 鼻子,鼻子是濾鏡啊 沒有這是假的 因為我現在IG直播有一個 那個OK棒的濾鏡 所以我就你知道貼住 好,大家可以歡迎發問 那因為有在聽我Podcast就知道了 上禮拜我有預告一件事情 就是這禮拜是最後一集 所以我會宣布一件事情 但其實這件事情對我原來是蠻重要的啦 但對觀眾原來應該蠻不重要的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我要離職了 在節目第一季的最後一刻跟大家說 我要離職 對,因為我現在這份工作大概做了三年七個月 蠻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我大概在上個月的時候提離職了 因為我的年資就是要簽一個月提離職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等待離職的狀態 那還沒有 還沒有告訴大家說就是我下一步要去拿 但是我就想說先休息 然後現在 聊天室裡面傳來的每一個訊息都是恭喜 每個都說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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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跟你講跟大家講 平心而論 我在這份工作我並沒有做到真的很不開心或是很痛苦 但是我第一次在離職的時候 我跟同事或者是跟一些別的部門的同儕講 我第一...這一份工作是我人生第一次離職 然後每個人都跟我說恭喜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前別份工作離職的時候 大家都說 喔是喔怎麼會這樣 那你要去哪 怎麼會想要離職啊 但是這一份工作是我第一份 當我跟大家說要離職的時候 每一個人 每一個喔 沒有例外 每一個人都跟我說恭喜 每一個 Everyone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 大家似乎沒有很惋惜我要離職 可能是我就是非常 我平常在公司的人是沒有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希望我離職之類的 台灣今年會突然爆紅 就是大爆發 大家會覺得Podcast是一個生意 有聽前幾集的人應該都會知道 我是很少會承諾大家說每一週更新這樣子 所以Podcast這一件事情真的是我難得 持之以恆更久 就是承諾大家說每一週會更新 那我現在做完第一集我真的覺得我剛好要離職也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會不會有第二季不知道 但是第一季為期十週將每一週更新我覺得對我來講算是一個 蠻大的功課 而且加上現在我還沒有拿這個來賺錢 所以也沒有賺到錢 所以我就覺得 欸還是做一下興趣 那如果大家還願意繼續聽 或者是有廠商來可以讓我可以賺錢 那我當然會有動力做下去啊 但是現在就是 需要大家多多的宣傳 大家趕快把Podcast讓更多人知道 那就是說不定我因此這樣可以賺到錢 我就會繼續拍下去 因為畢竟我也是一個要吃飯的人 我的YouTube頻道可以賺到錢 我的IG跟粉絲飯可以賺到錢 但是目前Podcast看起來我還是在一個測試的階段 所以我沒有辦法放太大的心力在上面 我來看一下喔 我們今天的Podcast會超像在看直播 因為我沒有想要打算再重新剪輯的意思 所以就是整段放上去給大家聽 所以今天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大家就是當作沒有影像的直播 所以有人說 或者是他們認為你的能力 其實可以勝任更好的工作 沒有我真的覺得 大家工作都非常的開心 我們可以就是早一集來聊職場 但是聊職場的話 可能就要 好 我們就是可能要過一陣子囉 因為我現在畢竟剛離職 雖然說 我有很多職場的事情要聊 但是因為我剛離職 很容易讓人做聯想 所以我不想要讓大家有過多的聯想 我想要等過一陣子再跟大家討論說 就是不管是我現在的這份工作 就是即將離職的這份工作 或者是我在更之前的工作有遇到一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過一陣子再跟大家分享會比較好 就是至少要避嫌 你想一想我畢竟也是一個在社會上面打滾這麼多年的人 我怎麼可能會這麼白目呢 所以當然就是只能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在外面工作 真的你的人生目的不是想要結案或者是要有自由的時間 或者是自由接案那種SOHO族 或者是你不想要當Youtuber 你想要當社畜 你想要當一份穩 零穩定薪水的人的話 你必須要學會的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要社會化 對你要零死薪水 你要當別人的員工 你真的是 我以前剛出社會的時候也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做自己 我在一家公司我為什麼不能做自己 就是我為什麼一定要聽公司的 而且有時候公司講的 公司的一些政策不是 我不是講現在的公司 我一直很怕有人對他的入座 所以我必須要講 不是現在的公司 但是以前年輕的時候就是很多會覺得說 欸公司這個政策不對 我就要想辦法去對抗 然後到現在我就是完全社會化 我現在看到這種人我就會覺得說 嗯就是你不要白費力氣 真的就是大家如果要零死薪水的話 還是勢必的要做出一些人生的妥協 也就是你要學會社會化 你看大家說是不是先不要講才好 就是 對啊我不是第一天出社會 有人說說恭喜的人應該也都是想要離職的人 我沒有說什麼 這是觀眾提供的一些意見 觀眾想要一起直播 你可以call in 進來啊 但是我不知道收音會不會收進去 如果你不好意思call in 進來 下面可以發問啊 大家可以在上面問問題 然後那個問題是匿名的 所以大家也看不到 有人問說會打算休息多久 打算休息多久 至少半個月 對我現在也可以 唯一可以保證的就是至少半個月 因為我這一次的 剛剛那位先生是真的不小心按到了 現在在聽Podcast的觀眾應該會覺得說 我這一集就在閒聊 對沒錯我這一集之後一集就是我要做回我自己的 我就要學閒聊跟大家閒聊我的近況 不管大家有沒有想要知道我的近況 所以我至少會休息半個月 對因為我的最後最後的那個上班日是這個禮拜五 所以11月我打算就是就先休息至少半個月 然後我一直想到底要去哪裡 一開始才想說要不要去環島 因為環島這件事情就是從大學時期就講到 現在我都已經32歲了 大概講了十幾年 那我覺得現在難得有個休息的時間 我自己因為人生你只要到了一個年紀 你就會有一個預感 那個就是第六感會越來越準 而且你的人人生歷練也夠了 你就會很容易就會有一個感覺 我很難形容那什麼感覺 但是我這次的感覺就是如果我 不把握現在這個這一次離職的空檔 去環島的話 我可能接下來就沒有機會了 就是搞不好我之後的工作離職 也不可能再有這個機會去環島 所以我還蠻想去環島的 所以我前幾天有在查 我蠻想坐台鐵的 因為我現在這個年紀我也沒辦法騎車 真的太瘋了 我頂多就是坐火車到某個定點 然後到那個地方再租機車 我沒辦法就是一台機車就是環島 我真的沒辦法 小潔我們要不要再來錄 我們要不要再來錄那個新的影片 就是現在那個唐聖傑在這個直播裡面 然後我跟他真的超久沒有見面了 因為我們前幾天才突然 就是我就突然敲他 因為我們去年就是拍了那個披薩的影片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工作真的太忙 我在這邊必須要跟大家講 現在應該有很多在看我直播的人就是 我工作很忙碌的那一陣子 應該婉拒了不少邀約 但是我必須要跟所有的廠商或者是朋友們 我在這邊先鄭重的跟大家道歉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工作真的太忙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把我業餘的事業就是當成一個很常態性的在經營 而且老實講 老實講怎麼講 因為我畢竟是有正職的工作 然後可能正職的工作不管是老闆 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都一定會知道我私底下有在拍影片 那其實以一個社會化的立場來講 就是你要社會化你要領人家薪水嘛 如果你的私領域做得比你正職工作還要勤 或是還要好的話 其實難免會有老人口舌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避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前一陣子大概去年一整年是我最忙碌的時候 我很推掉很多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頻道很少在更新 我就算更新也是跟工作有關 所以我有一陣子還被朋友念說 就是我的東西都跟公司綁太近 但是我沒辦法 我要領人家薪水 我要拿年終的好嗎 我是有考基的 所以我其實把我自己的東西跟工作綁得蠻緊 但是現在告訴大家我現在有時間很多囉 現在大家可以隨時來找我 而且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這個真的是冥冥之中的事情 就是我一體離職之後 然後工作就不斷的找上門了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覺得很可怕 而且我都沒有跟任何人講 但是我提完離職的那一刻 開始不停的有工作一直來問我 然後我覺得就不是正職的工作 是那種就是關於我自己個人 就是YouTube頻道的經營的事情 然後就一直跑來一直跑來 然後就覺得哇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這是冥冥之中有注定的事情耶 當然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我因為到這樣才離職 而且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覺得很可怕 就是我並沒有因為說我要變全職的接案我才離職 但是我一體離職的那一刻我的工作就跑上門了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 呃離職的話就是在還沒有 新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之前 其實盡量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要去哪裡 我覺得這是一個職場 在職場那麼多年下來的經驗啦 因為你很難預測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管是你現在的同事 或者是你未來的同事 所以我覺得不到最後一刻就是不要跟人家透露你去哪裡 對 也有可能我就從此以後變接案啦 因為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開始問 問工作的事情耶 問我頻道的事情 然後我都會 我自己也會有點內疚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覺得說 我那一陣子在幹嘛 我有一陣子是也是有點人生撞牆棋 有點迷路的那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說 這樣真的好嗎 我就是推掉這麼多機會 也不是說機會啊 就是一些賺小錢的機會 我後來仔細想想說 我有可能不僅推掉了只是個機 賺小錢的機會 我可能推掉的是更多的人脈 雖然說這樣講很現實 但是你跟別人有合作的關係的經驗之後 你難免會累積一些人脈 所以其實我去年一整年真的就是非常專心的在我的正職工作上 那我也不保證下一步會變怎樣子啦 一朗你是真的要跟我直播的意思嗎 還是你不小心按到 我要按接受囉 我按接受他應該會嚇死吧 他如果真的接受我會傻眼耶 我覺得他應該是不小心按到 你是認真的想要跟我連線 我不小心按到 你不小心按到你還按接受 我真的傻眼耶 我 對 就像例子吧 欸 你是現在還知道嗎 還是先你已經知道了 我現在才知道啊 你現在才知道 喔 那我只做到這個禮拜五喔 你那麼傻眼 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還沒有想要去哪裡耶 可是就是先接一下案子 因為最近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我一提離職之後 就是不停的有案子上來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冥冥之中的一個註定 喔 是喔 對阿 在目前的節目流程是要講到哪裡了 你是說我的節目流程就是 因為我今天在錄Podcast 然後是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然後我就想說開直播跟大家聊一下天 然後講一下我要離職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大概已經進行到 呃 中段 因為現在我看那個時間我已經講了 快十七分鐘了 好 我需要串場嗎 哈哈哈 你可以啊 你要不要聊一下最近過得如何 我就是很忙啊 多忙 我最近很忙 就是很多事情 對 我的工作很多事 跟你的一樣 跟你的一樣 跟我的一樣 好好 就是很多事 很多事 很多事 好 那欸 我下禮拜應該會去台中欸 喔 我可以見你欸 對啊我可以去找你 禮拜幾 呃 因為 因為我到這禮拜就離職 所以禮拜幾都還蠻可以的 就是看你什麼時候有空 因為我離職之後就會有一陣子都是很閑的 嗯 嗯 喔所以 所以你目前的人生規劃就是 先 先休息一陣子 還幫你開個Q姐我的留言 對我現在就是一個當爛你的狀態 喔 是 所以就是 呃 目前就是先休息個一兩個月 之後再 看怎樣 對 現在是不是變成有點你在訪問我 呵呵 對啊我想說你不知道繼續的流程嗎 呵呵 我今天就是閒聊啊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 是不是打進來之後 現在不知道要怎麼收尾 也不會啊 我們現在要聊什麼來啊 對 呃 就是第一次的性生活是什麼時候 呵呵 開始不然聊一些有的沒的 聽到Podcast的人應該會傻眼 就你剛剛是真的準備要回答的意思嗎 你說你說 你剛剛問什麼問題 其實我沒有聽到 你說很很敏感的問題嗎 對啊 我說最近一次的性生活是什麼時候 嗯 大概是很久以前吧 好 他真的回答我 我一點不知道他怎麼接下去 我覺得 我們還是跳到下一題好了 所以你現在就是 呃 要去環島 然後坐火車嗎 對 嗯 然後耍廢 用多久呢 計畫室多久的時間 大概會是半個月到一個月的時間 對 我想大家應該不想聽我講話吧 好各位大家拜拜 哈哈 那你們要做個ending 因為今天是聊職場 喔聊職場 對 呃 在職場上呢 不太能做自己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自己的話呢 怎樣 就好像有被討厭的勇氣 對 很多年很多 剛加入就是公司的人 可能會很想要做自己 就是說我今天想要做什麼就是做什麼 可是做自己不是自私的做自己 就是有些人會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擺爛啊 但是這個可能會造成 整個團隊的 你知道 爆炸 公司就很 對 對 因為公司就是一個很講求團隊的 集體行動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太特立獨行的話 可能就是要承受被討厭的勇氣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我在公司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主管 呃 我不通人情 就是遲到就是遲到 就是你塞車也就是遲到 對 因為我要打那個年中獎 那個年中的業績嘛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有賣人情的話 就是會很糟糕 就是會很多的一些小問題出現 所以我在公司就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主管 沒有不通人情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是主管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相處方式 然後我上班的時候就是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也不喜歡 也不喜歡遇到同事 我真的很喜歡你這種主管 而且你確定你要在節目上跟我講這些嗎 因為他私底 一郎私底下跟我講過這些 然後我知道他大概是怎樣的主管 他其實是個 對就是像剛剛他那樣講的主管 然後我是蠻喜歡這種類型的主管 對就是 好完畢 好那我們謝謝一郎今天跟我直播 我要關掉囉 很流程了拜拜 好拜拜 怎麼過啊 我關掉了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荒謬 對我沒想到一郎會就是跟我聊得這麼深入 因為之前有跟一郎出去吃飯 然後就是我們有聊到一些私底下工作的事情 然後我就有發現一郎真的是個 蠻也不是說嚴格的主管 他就是一個會在工作上把事情做好的主管 所以你真的就像剛剛一郎講的 你要跟他講什麼 你要跟他用人情來講什麼 就是這個是不成立的 就是犯錯就是犯錯 遲到就是遲到 好有人說有人問說這次提離職 用了什麼手段 然後就是問一些離職的相關手續 我覺得提離職喔 剛剛忘了問一郎 我剛剛應該叫他總結說 請給要離職的朋友們一個建議或中顧 提離職有兩種提法 一種就是好聚好散 然後一種就是不歡而散 就只會有這種兩種結果 那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是 對於這家公司很不開心 或有意見的話 不妨就直說 反正你都要走了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要提離職這件事情 你千萬不能把離職當成一個籌碼 就像我覺得這個就是談戀愛一樣 你不可能今天談戀愛就是跟別人談戀愛 你就用分手來當威脅 可能這個第一次很有用 但是兩三次就沒有用了 所以如果你要離職的話 你千萬不能抱持一個心態說 今天提對方可能會留我 那我可能就可以救死加薪或這樣 可能第一次還可以成功 但是我覺得你用離職來當加薪的籌碼的話 即使你成功了 你日後在這家公司 我覺得大家彼此就會有個疙瘩在 因為這件事情很容易就被拿來當成一個弱點或把柄抓住 所以大家在提離職的時候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一旦講出去的那一刻 你就是決定要離開這家公司 你不能提完離職之後 又說我不想要離職 或者是說 欸怎麼都沒有留我 大家在提離職之前真的要想好 因為你一講的話你就是 什麼都沒辦法再改變了 而且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嗎 就是職場上沒有不能取代的員工 你真的沒有重要到說這家公司 你一離開就會天翻地覆 然後大家都很忙 然後沒有人管 沒有真的沒有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年輕剛進職場的時候 也會覺得說 喔這家公司好像沒有我真的不行 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但是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 因為公司真的沒有不能取代的人 隨隨便便都可以找一個人取代你 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想太重要 然後你一旦決定提離職了 你就是覆水難收 一提離職了 你就是要壓時間 頭也不能回 對 然後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喔還有你一提完離職之後 其實你在家公司的影響力 就已經減半了 即使你在私生 你一提離職之後 你的所有影響力都會減半 甚至沒有 所以很多人想要在提完離職之後 想要趁機 如果他真的很討厭這家公司的話 他會想會 有的人會想盡辦法 想要去弄公司或弄主管 但是你一講離職那一刻 其實你就等於不是公司的人 這時候你要再去弄 其實你很難去說服別人 就是去相信你的話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離職員工了 更何況是那些在職員工講的話 可能都不會有人相信你 尤其是一個要離職的人 然後你可能又是跟四處去放黑函 或是說別人不是的話 其實這時候不太會有人相信你 以我的經驗來講 所以要提提這些人 真的要想要想 你是要什麼目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走 就可以提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架心 或是你真的很想要某些人消失 或者你真的很 就這公司很不滿 你想要請走一些人 千萬不要用提離職來當作方式 因為這樣很容易出錯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離職的時候 就是做好心理準備就是要離職 你不要去想一些有美的 老實在講 業界也真的蠻小的 就是很容易 真的就是會把自己的名聲搞壞 所以我覺得 就真的是要社會化啦 因為你賺人家錢 你領人家薪水 如果你真的想要再繼續再 除非你真的是跳到很很遠 或者是很不相干的產業 不然其實這個產業很小的 雖然說大家話都傳來傳去 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人都會有個既定印象 就是先入為主 因為別人怎麼講呢 你就是會那個 腦海在印象中揮之不去 所以我覺得離職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它做到 不能說完美 但是這還要像 我腦海出現一個很不好的念頭 就是像 像辦喪事一樣 像做法會一樣 你要做到圓滿 要做到 對 你要做到百日圓滿 你不能讓它搞砸 就至少它是 要是一個平和的Ending 而不是很糟糕的 給大家的建議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今天跟大家聊理資料那麼多 對真的做到圓滿 我不能保證自己的方式是對的 但是我自己會試著去想要 用這個方式去解決 有人問說要不要考慮單車環島 單車真的太累 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真的沒有辦法 沒辦法 我真的只能坐台鐵 好 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下離職這件事情 還有什麼可以講的 講的都差不多了 要怎麼提離職 是如何離職 環島有什麼必做的事情 我那天就也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沒有環過島 所以我就是上網一直在查資料 然後我就想說到底要怎麼環島 後來我就發現 好像坐火車是一個滿懶人的方式 然後我可能就會選幾個大城市的定點 去停下來吧去玩 我可能會選一些我比較少去或沒去過 或者是只有小時候去長大沒有去的地方 比如說花蓮跟台東 因為花蓮跟台東我就只有小時候去過 我長大之後就再也沒有去過了 所以我還蠻想去的 對我會找一些吃的 我現在公司 現在Klook上面也是有蠻多吃的跟玩的可以用 你看我等一下離職還是要幫公司Promo一下 最近好像旅長要開始了 大家可以去上Klook買一下 因為畢竟我現在還是在職員工 我還有三天的工作天 所以我還是可以很盡責的放公司推廣一些東西 台東我應該會去 但不是跨年 就是可能是最近了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離職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問什麼問題 喔有人問說 如果老闆一直想要留你下來 而且用人手不足來當理由的話 你要怎麼提 這個我在前兩份工作所有過經驗 就是那時候也是老闆用人力吃緊這個東西 來來說就是你可不可以多留一下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遇到就覺得這是一個常態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就看你要不要留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你很想要幫這家公司 或者是你覺得有義務幫忙老闆的話你就留 但是我自己是會覺得說 並不會你多留下來一陣子 就是這件事情就有改善 因為這不是你的問題 所以當你遇到這種情況 你自己就要想 這就是看你要不要而已 如果你不要的話就不要留 如果你要去想想想想想說 我是不是真的留下來就是會幫助公司或什麼 其實沒有不是你的問題 大家在理職如果遇到這些問題的話 自己就想清楚了 因為怎麼講 因為這些後果我都覺得是要自己承擔的 別人給的意見再多 最後還是要自己做決定 好喔我現在已經 我那個片尾音樂已經快要跑出來了 因為我有設定片頭跟片尾音樂 我現在已經錄超過 所以我現在趕快按金音 不然我等一下我的片尾音樂 就會像那個金曲講字詞太長 他就會放出來 他就會告訴我就是要結束了 好今天直播差不多 就到這邊囉 然後今天是 Podcast馬丁垃圾話最後一 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所以如果你想要繼續想要聽這個系列的話 你就是繼續的分享出去 然後推薦給你的朋友 或者是幫我按五星按讚 或者是你可以在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上面搜尋 馬丁mltrn都可以找得到我 那會不會有第二季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現在Podcast是說 頻道裡面我唯一沒有在賺錢的 就真的沒有人想要來置錄啊 還是我的公司現在要讓我置錄一下 就是旅展的優惠 我現在Podcast的價錢應該蠻低的 但是我YouTube跟IG還有粉絲團都有在賺錢 賺一些小錢 但是Podcast沒有賺錢 所以我就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二季 所以就靠大家分享出去囉 然後我接下來計畫 真的就是像剛剛前面講的 我一提離職之後 我自己頻道就很多人來問很多事情跟合作 所以接下來應該會有一些自己的時間 來經營自己的頻道的東西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我可以活得好好的 我並不是哪一天人來風很任性的就說我要離職了 我是有經過深思熟慮 擬定好我未來人生的計畫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我還是 我真的快要死掉的時候會跟大家求救 我會在下面募資說 我缺錢請大家donate我 對 好啦今天Podcast就到這邊囉 然後直播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所以有緣就下次見囉 希望這次會有第二季 好我們就先這樣子囉 大家掰掰 直播的到朋友們 謝謝你們今天收看 再會了